和你们商量 第一件 敖拜诸灭反贼苏克萨哈有功 朕准备进封他为太师一等功 你们认为怎么样 既然皇上连官位带爵位都为敖大人安排好了 奴才不敢有异议 谢皇上 奴才所做的是分内的事情 奴才不敢自居功劳 皇上朝廷褒奖有功之臣 也意在激励他人 少保一心为国 绝不会居功自傲 奴才恳请皇上 就不要让少保免费其难了 明珠说得有道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这第二件 今年的先帝十年纪出了问题 朕的心里很不安 想提先帝在位时 笃信佛法 所以朕 要大大的拓见谈这次 告慰先帝的神灵 所以朕 想让明珠特别督办这件大事 索费银两 全部由内务支出 这样既不扰民 也让朕 尽了仁子的孝心 你们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皇上要尽孝道 这是万民的福分 奴才以为 应该由朝廷出面 赤命天下增修寺院 以表达皇上的人孝之心 这正好要带出朕说的第三件事 这第三件 现在国家粮钱空虚 平熙王吴三贵等三藩连年催响 朝廷难以支付 朕想让左图去一趟江南 在筹缩军粮的同时 顺便治理一下江南的军政 和立志 皇上 此去江南责任重大 独裁以为 应该由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前去 奴才提议 鄂比龙为钦差大臣 一定不贵皇上的重拓 好 就按太师说的办 皇上 还有 反贼苏克萨哈一家 如何处置 奴才以为 尽快斩首 以快民心 好 朕准奏 就按太师说的办 太师啊 我觉得我们好像中计 我以为这里面有点不对劲 你先说 我一去了江南 就少了一个智囊 他们要干什么 你还很会抬高自己 还有呢 你说 他们为什么只修谭浙寺 而不修其他的寺院 为什么 孔四真 这个人太师想起来了吗 你是说 这位爷还活着 也许他们是故弄玄虚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必然另有打算 还有一件最为反常的事 什么 皇上不跟我吵架 你觉得闷了 你回去以后召集人到我府上议事 其实我还是喜欢别人叫我少保 为什么 历朝历代的太师没一个好人 少保开始读书了 我是听说书的人讲的 慢点 往左边点 这样 这样行吗 对 不是 不是我的左边 你往左 左边 对 对 往这边 对 往这边 这边 不是 不是 这边 你看 往我的左边一点 再左点 对 现在说事 好 再挪一点 好 怎么回事 快 我成功了 恭喜太师 太师 这是太皇太后派人送来的金字牌匾 就连各府的亲王贝勒 都不能使 跟着太师真是有面子 你别捡好听的说 昨天晚上谁进了我的密室 你查出来了吗 太皇太后还给府上送来东西 您猜怎么着 不多不少美人一见 太皇太后真是神了 是吗 不多不少美人一见 你把老子吓死了 我问你昨晚的贼抓住没有 你跟我打什么仗 上午光忙着和公公分东西 所以 太师 没了我再跟你算账 少保 太师 好 各位大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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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里出了什么事 我家里人都好 我是提前给敖大人代孝的 你们看 她把瘟给吓坏了 我这怎么死的 你说说看 要我当着各位大人来说吗 没关系 我要一死 他们不死也要脱层皮 所以他们比我自己 还关心我的死活 你说说 我是怎么死的 是被你气死的 我一定会让你失望 我看你还有什么招 大人笑死 活活被自己笑死 不错 这个死法不错 看来你这个小兔崽子 还挺有孝心的 我说 你坐在这儿 凉不凉啊 要不我让人 把我的虎皮垫子 给你拿过来垫着 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你这条小命倒没什么 我是可惜你这身形的 大人笑吧 每位太师都是笑着笑着 把自己笑进棺材里的 我知道 大人呢 不爱看书 也看不起读书的人 大人可以问问鄂大人 古往今来 哪个太师 能有个好下场 鄂大人 我不是为言所听的 好 咱们不说过去 只说现在 想当年 多尔滚是摄政王大臣 比起大人来 那可是要威风一点吧 那结果怎么样 抄家 编尸 我想提醒大人一点 干这些事情的 世祖宗皇帝 一向是以温和人孝来铸成 大人侍奉先帝这么多年 应该比我清楚 我当然清楚 那是因为多尔滚和太皇太后 我什么也没说 大人什么都没说 我们再看看眼前的事情 索尼死了 苏格撒哈也死了 当初四个顾命大臣 只剩下了两个 应该说是一个 对吧 那当然了 我要是不在了 老鄂绝不会苟且苟生 因为我们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感情深嘛 老鄂 你说是吗 太师 不能让这个人再说了 他在动摇军心 就凭我一个二十几岁的 黄毛小子说上几句 就能动摇军心 我看贵君趁早丧 索尼的命好 早早地病死了 谁也不会再去为难他 正相反 可能还会去念他 生前的一些好处 但苏格撒哈被各位谋杀而死 这里面可就大有文章了 你胡说 苏格撒哈明明是谋反被杀的 这一点皇上都认可的 苏格撒哈是怎么死的 咱们姑且不论 其实各位比我更明白 我要说的是 苏格撒哈既然死在你们的手上 等皇上将来大一点 苏格撒哈迟早会变成 优惑皇上的功臣 他的死仅次于索尼 排在第二 你胡说你完全是胡说呢 你胡说的嫡亲子孙都尚且不能免过 两位外信权贵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除非你们当皇上 可是天下刚刚太平 谁又会支持你们来造反 我这一生纵横天下 我杀过的人 你这个小兔崽子八辈子都生不出来 我够了 大人是够了 可大人的妻儿老小呢 难道大人不想在自己百年之后 留给他们一遍和别人一样的蓝天吗 对大人 你们觉得吗 所以啊 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这一生纵横天下 我杀过的人 你这个小兔崽子八辈子都生不出来 我够了 大人是够了 可大人的妻儿老小呢 难道大人不想在自己百年之后 留给他们一遍和别人一样的蓝天 各位大人 各位大人 你们觉得呢 所以啊 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是不是 这《不然》 你说的是三人 发阿勒 这事情 我 然后 我不知道 圣旨大 奉天承运 皇帝诏约 清查苏格萨哈一案证据不足 实为有人诬陷 皇帝语 你干脆把那个说书的给辞了 让这小子说吧 小子 三国演义你会说吗 你把我们太师当成什么人了 曹丞相 曹丞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 你这是侮辱我们太师啊 照你这么说 你把我们就当成了蒋干了 话是大人讲的 人是大人骂的 恶大人要抢着当蒋干 我也没办法 只是别的大人愿意不愿意跟你争这个 那我就不知道了 老饿 你跟他们父子两个动嘴 这个亏你是吃定了 老饿 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吧 我想 我想事情是这样子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 就是昨天晚上 皇上偷偷地潜入了内务府总管的家里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明珠和他的宝贝儿子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明珠的书房里搓着手 等皇上的到来 老饿啊 没想到你还有叔叔的这一套啊 可真有你的 各位一定要问 这明珠怎么会知道皇上的到来呢 这很简单 这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 那么他们商量好什么了呢 这也很简单 他们就是要谋害朝廷忠良 敖拜敖太师 至于他们想怎么谋害敖太师呢 那可就不简单了